哈登与库里目前在联盟可以算是新生代的超级巨星 交合的是库里与哈登是同一届进入NBA的 他们也是09届先修的杰出代表人物 目前哈登与库里已经在NBA联盟中打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 哈登在综合实力方面要强于库里 但是库里的外线三分可以算是历史第一 况且库里是小球时代的开创者 两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强势领域 因此哈登与库里也是人们愿意一直津津乐道去讨论的话题 然而关于库里与哈登谁更适合作舰对机时 杜兰特曾给出了最中肯的答案 杜兰特与哈登 库里都做过队友 而他对于这两位之星也是再了解不过了 杜兰特与库里已经做了两年队友 彼此之间多多少也会有所了解 杜兰特在今年曾这样评价库里 库里是我们这支球队的舰队根基 他是NBA历史上少有的能够改变篮球运动的球员之一 而且他还开创了一个新的篮球时代颠覆了以往的篮球打法 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而对于哈登 杜兰特是这样说的 哈登曾经作为雷霆时期的第六人 他掌控着第二阵容总能包到我们 有时候我只需要上场20分钟 但是在哈登带领第二阵容 是能将比分扩大到30分 而且还能砍下40分 我对此只能表示惊讶 他真的很特别 他是球队的心脏驱使着我们前进 他在我眼中就是这样的人 确实如此 如果2012赛季夺冠的是雷霆 那么哈登毫无疑问 会是NBA历史上的最强第六人 哈登的比赛风格非常适合未来的NBA趋势 如今的哈登已经变得更加成熟 在打法上也像詹姆斯喜欢在比赛中大包大篮 此外 哈登经常能在球场打出超能力的表现 三分 上篮合罚球 目前的哈登正处在一个狂性年龄阶段 却懂得合理的利用规则 用假动作骗凡规 他的进攻可以说比库里更出色切 但唯一令人诟病的是他曾经不满意的眼神防守 作为一只冠军球队的核心球员 库里已经证明过自己的能力 库里这个拥有无限火力的攻击手 能够让金州勇士的进攻变得更犀利 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库里勇士的进攻无法这么流畅 围绕他的战术简单 而且有效 利用高位的倒叉顺下进攻 或者将球传给空位的队友 令人打哈的三分射程 促使库里不管在哪里接到球 都是防守球员的威胁 而且命中率并不低 库里的防守同样 也是他的最大弱点 这点与哈登如出一辙 对此各位看官老爷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去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